你不是说过 会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吗 这座城市没有学校读 我还可以去别的城市吗 别的地方 什么意思啊 我想过了 有龙家在的话 就算我跑再多的学校 可能结果也都是一个样子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其实挺想换一个地方 重新开始的 什么换一个地方 你要去哪儿啊 小石城有一所技校正在扩招呢 我已经提交报名表了 而且他们也通过了 还能申请奖学金 不行 静美 你从小到大都是优等生 怎么现在去念技校 不行 绝对不行 妈 技校其实也挺好的 我小时候你不是也说过 一多步压身吗 技校也很好啊 而且凭你们女儿的聪明头脑 老爸没有能力 保护不了你这个宝贝女儿 爸 你别这么说 让你们为我经历了这么多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还要出去一趟 可能会晚点回来 去哪儿啊 去见一个朋友 不要太晚了 不要太晚啊 嗯 你们早点休息 别等我了 唉 早点回来啊 嗯 大嫂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 我现在不该出现在这里 墨鱼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她还好吧 她 她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但是 还是在昏迷当中 不过大嫂你放心 有我和鱿鱼在 你们 能不能带我去看她一下 就一眼 不过大嫂 我看完了 就能安心地离开了 大嫂 跟娘子 大嫂 你去哪儿 能带我去见见她吗 谢谢 我们 也只能帮她到这儿了 我们去帮她把把风吧 走了 不过大嫂 不算寂寞 你不是说过 身旁孤单的我 会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吗 可你现在躺在这里 还怎么抓住我的手 就不能再抱抱我吗 对不起 怪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 可是我对你做了什么 看事时间过了 赶紧走 别 大嫂 不好了 保安过来了 我们走吧 快走 走吧 走 走吧 大嫂 走 走 好 我知道了 大婶只要我不说停 你们就继续搜索下去 不管是死是活 一定要找到 那好 那就这样了 拜托你们了 怎么样 小孩有消息了吗 到底怎么样了 到底怎么样了 要是小孩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活了 我的小孩 我从小就乖巧听话 跟我进了龙脚 也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但是怕我受委屈 怎么懂事的孩子 怎么怎么 去 不会的 我相信 我相信小孩没事 肯定能找到 肯定 你放心啊 你放心 青梅啊 你一个人在外面 交给你了 给我吧 一定要好好的 把自己照顾好 知道吗 钱少了 或者发生其他的问题 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 记得啊 嗯 好了 好了 你 稍微忍一忍 等 过了这风头之后 爸爸想把马再给你接回来 嗯 等爸爸的消息啊 嗯 爸妈 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的 好 张栋帅 你不要再惹爸妈生气了 知道了 姐 在外面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嗯 好了 等安排好了 我们走吧 注意安全啊 好 走吧 走吧 快走 走啦 快走 再不走妈妈要哭啦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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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